前世界拳王泰森与霍利菲尔德这对老冤家 相继高调宣布付出的消息 可谓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要知道当年泰森在对台上几乎是所向拼离 但也曾因臭名昭著的一幕 给泰森坐实了野兽的称号 那就是23年前泰森对霍利菲尔德的那一摇 不过多年之后泰森在采访中也是倒出了真相 原来这件事情的背后也另有隐情 1996年11月9日 WBC世界拳王 拳王泰森首次遭遇挑战者霍利菲尔德 然而在比赛中被称为老油条的霍利菲尔德 屡次用头撞击泰森 并且是用头撞开了泰森的眼角 最终是利用这个伤口KO了泰森 于是在半年之后 也就是1997年6月28日 泰森与霍利菲尔德的二番战中 当霍利菲尔德户继重施 再次用头撞击泰森时 导致怒火激压的泰森野心爆发 最终在残暴中咬下了霍利菲尔德的耳朵 咬耳朵事件出现后 这场全赛差点变成了斗欧 教练 保镖 裁判 保安 全部冲上了擂台 最终泰森被吊销了全赛执照 并遍内大华州委员会 从他3000万美元的出场费中 罚款300万美元 也因为这件事情 泰森与霍利菲尔德结下了很深的梁子 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愿提起对方 直到12年后 也就是2009年 霍利菲尔德在看到泰森的一档电视节目预告之后 突然打电话给电视台称 我希望能和泰森单面谈谈 是时候坐在一起了 就这样 泰森与霍利菲尔德两人才重新坐在一起 面对镜头一笑冥恩仇 有意思的是 后来两人还合拍过一个广告 视频中泰森敲开霍利菲尔德的门后说 我很抱歉 菲尔德 随后他递上了一个盒子 打开后里面有一块形似耳朵的东西 泰森说 我一直把它抛在福尔玛林中 好的 这里是黑马格斗 想了解更多关于泰森与霍利菲尔德付出的消息 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点个赞点个关注 我们下支影片见